劍橋英文班 在今課呢,我們會講三個英文字,是很常用的 第一個是What 什麼 第二個 Where 那裡 Who 誰人 我們看一下下面一些的例子 當我們問別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 What is that 這些是什麼 見到一個that 即是 那裡 回答的時候,我們會用 都是that That is an apple 這個是一個蘋果 舉例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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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he 他 是誰 He Is Mr. Bo 他是 波先生 記住 問 人 我們回答的時候,都要用人的名字 例如 這裡 He 我們回答的時候,都要用 He 而後面,就要跟人的名字 最後一句 Where is the orange 橙在哪裏 我們就要回答 It is on the table 這個it 代表橙 即是這個the orange On the table 在桌 Where 在哪裏 我們回答的時候,就要很清晰地告訴別人 那個位置 而這條位置 就是在桌上 記住 What 是說物件 什麼 或者行動的 都可以 而 Who 一定是指 某一個人 所以我們回答的時候,都要用人為本 而 Where 位置 在哪裏 所以我們回答的時候,都要用一個清晰的位置 告訴別人 好了 嘗嘗可不可以做到下面這條路 有兩個 三字 What 什麼 Who 哪一個 Are you 就是 你是誰 那 我們回答的時候,就答了 I am Candy 我是 Candy Candy 在這裏 是一個人名 不是解糖果 不要搞錯 我是 Candy 那 究竟 用What 還是 Who 劉森 後面是用了人名的 那自己想一下 嗯 兩個 選一個 第二 又是兩個選一個 Where 和 What are you 又是are you 但這次呢 看後面 一個答案是什麼 I am in a supermarket 我在 超級市場裏 哦 很清楚 說到 是一個 位置 究竟 用Where 還是用What 呢 相信大家都 了解 正式的工作 A 部分 的 Pepe sees some food in the supermarket write their names in the brands 提 提 就是 Pepe 見到有些 水果 在超級市場裏 寫下 他們的名字 在空白的地方 好了 What is this 這個魚圈 是什麼 來的 相信大家都猜到 這個是什麼水果 寫到水果的英文字 下一個 What is this 這個 生果又是什麼 來的呢 又是了 將 生果的名字 寫在黃線上 What is this 這個是什麼 一條香蕉 那一條香蕉 那一條香蕉 那個蕉要怎樣寫呢 亦都是需要寫 橫線 這裡的 B 部分 Lola is talking to Mr.Plan Lola 跟Mr.Plan 在聊天 Circle the correct answers 圈著正確的答案 我們做的時候 除了看前面這個 還要看後面回答的答案 不然我們不知道它前面這裏 究竟是問些什麼 好 上次了 第一 What 或者是 Where is that 答案是 That is an apple 這個是一個蘋果 那 講物件 應該是用 What 還是用 Where 自己決定 第二 Where 或者是 What are the oranges They are in the basket 他們呢 他們呢 在個 籃裏 講出了 位置 應該是用 Where 還是用 What 第三 Where 或者是 Who is your dad 哪一個是你的 Daddy 或者是 你Daddy 在哪裏 兩個 選一個 好 看一下答案 He is in his room 他在他的房間 講出位置 應該懂得做 對不對 They say What 或者是 Where are my keys 是 講關於 鎖匙的 答案是 They are on the desk 他們 在 書頭 那裏 好了 又是講出個位置 那應該選哪個呢 第五 What 或者是 Where Color is the apple 蘋果的顏色 究竟是用 什麼 還是哪裏呢 答案 就會是 看到了 It is red 蘋果是紅色的 啊 是跟顏色有關 兩個 用哪個呢 只有六條 Who 或者是 Where is Tom 好了 Tom 是一個 藍字名來的 看一下答案先 Tom Is at School Tom 在學校 是的 應該沒問題啦 學校 是一個地點來的 對不對 應該懂得選哪一個 第七 What 或者是 Who is He 答案呢 是 He is my brother Joe 問題呢 就是 什麼 或者是誰人 那個男仔 那 答案呢 他就說 那個男仔呢 是我的兄弟 叫做Joe的 那你們 猜 用What 或者用who 第八 Where 或者是 What are those Dose 就是 雙數的 那裡 究竟是 那裡 還是什麼 Those are my shocks 那些呢 是我的物來的 那 說出一些 物件 不是說 地方 是的 那些物件來的時候 究竟是用 What 還是用 Where 自己考慮一下 第九 What 還是 Where Is Your school 跟學校有關係 It is in Kowlun Tong 這個 It 代替了學校 那間學校在九龍堂 九龍堂 一個地方 究竟是用What 還是 Where 相信你們都很棒 第十條 Where 或者是 Who are you 究竟是 兩個都可以 Where are you 就是你在哪裡 Who are you 你是誰 看看答案 I am Fanny 我的名字叫Fanny 大家一定會做 第十一 Where 或者是 Who are you 那裡 還是誰人 又是are you 看看答案 I am in the library 我是在圖書館裡面 講出地方 應該懂得做 C部分 PP and Lola see a book Fill in the branch with What 或 Who PP和Lola 在看一本書 將What 和Who 分別 寫在下面 橫線 上面 看看 他要問什麼 第一 Is your name of the book 本書的名字 留心 Laura 就答 It is called The story of Eric and Max 這本書 叫做 Eric 和Max 書名 一個故事的名字 好 看看 究竟是用 What は 第一 還是 Who Who 他沒有說 一個人 出來 和人 沒有關係 應該是 What 或是 Who 沒有關係 和人 沒有關係 兩個選擇 一個 適合 第一 第二 R PP 有說 不知道什麼字 Color Is the book 顏色 和本書 即是問本書的顏色 即是跟物件有關係 如果跟物件有關係 是用What 還是用Who 看看答案 It is blue and purple 這本書 是藍色 和紫色 對 只是跟 東西 即是物件有關係 有沒有說過人呢 好像沒有 跟人沒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究竟用 What 還是用Who 自己選一個 正確的 寫第二 第三 不知道什麼 Are these two boys 這兩個男孩 子 看看 看看 究竟用What 或是用Who 看看答案 They are Eric And Max 他們是Eric 和Max Eric 和Max 是人名 即是跟物件有關係 那麼 用What 或是用Who 自己應該明白了 D部分 Mr.Pen And PeePee Are Talking Write What Where 或Who 是用Who in the 這個 形狀 裡面 Then We'll write the sentence in the correct order 跟著呢 就重組句子 咯 即是叫我們呢 是這個 淺黃色 這個位置 寫一個 What Where 或者是 Who 三個 選一個對的字 寫下面 這裡 然後呢 在後面 把這裡的次座 亂了 我們重新寫對 它 我們看回 第一條應該 問我們什麼 先 不知什麼 跟著 See You Can 跟著有個問號 看看答問 答什麼 I can see a girl a table and some apples 我可以見到 有一個女孩子 有一張桌 和一些蘋果 是和物件 有關係 對了 究竟用 What Where 或是 Who 寫黃色方格 記住 寫了之後 我們將後面這幾個字 就要重組次序 寫對 把所有正確答案寫在橫線上 記得了 第二 不知什麼 這是 看答問 答什麼 She is Lily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Lily 跟人的名字有關 Lily 女孩子的名字 究竟 這三個英文字 用哪個 寫了之後 再把這些字 順序寫在橫線上 第三 不知道什麼 Apple's or the 問號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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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are on the table 把東西在桌上 哦 和地方 關係 大家都應該知道 應該可以填什麼字 下去了 一樣 再把 答案 的次序寫在橫線上 這部分 Lola is filling in a form Filling the brands with what who or where 同樣 都要把這三個英文字 分別寫 答案 的橫線上 看看這個內容 說什麼 Big Apple Supermarket 大蘋果 超級市場 有一張通告 列了出來 Thank you for shopping with us 多謝你和我們一起去救物 看一下 第一條 My name is Lola 我的名字叫Lola 哦 是說個人名字 這個呢 是純粹說一個人名 就不是說一個人哦 那究竟 我們會用 whatsha who 或是where呢 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這個呢 是跟人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 但跟名字呢 就很大關係哦 那究竟應該用哪個字呢 大家 嗯 思考一下 第二條 不知道什麼 Do you like 看一下答案先 I live in Hong Kong 我呢 住在香港 好清晰啦 有個地方哦 跟地點有關係的 我住在香港 究竟應該用哪一個去問人呢 自己想想吧 第三 不知道什麼 Are your best friend 是你的最好朋友哦 那 好明確啦 是跟人呢 有關係哦 那這次不是跟名有關係 即是跟人是答上關係的 看一下答案 day of brand and current 他們呢 是band和current 啊 應該知道啦 是不是呀 什麼 誰人 還是那女 那這三個應該選哪一個 填在第三條這裏呢 第四 不知道什麼 color do you like a light orange and purple 我喜歡 橙色和紫色啦 這個呢 是跟顏色有關係啦 這三個英文字哪個是可以用在顏色上面的呢 自己想一下 把答案寫在第四條這裏 第五 do you like to go 你喜不喜歡去呀 i like to go to school 我很喜歡呢 上學哦 跟這個地點有關係啦 school 是不是呀 跟地點有關係 那可以用哪個呀 自己選擇一個啦 第六 不知道什麼 food do you like 食物你喜歡呀 啊啊 哪個字可以跟食物扯上關係呢 i like apples and pears 我很喜歡蘋果和啤梨 嗯 是的 究竟用哪一個是最好的選擇 可以跟食物扯上關係的 就寫在第六這裏 報導 其我 去